我们首先把鸡蛋给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鸡蛋放入锅中 加水漫过鸡蛋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烧开了之后我们把它灌成小火 然后盖上盖 煮上8分钟 煮好捞出 放到冷水中给它浸泡着 鸡蛋冷却之后我们把它敲碎 这样的话它好入味一些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煮蛋 把鸡蛋放到炖锅中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煮茶叶蛋所需要的香料 有八角桂皮香叶 小茴香花椒 煮蛋的茶叶品种是不限的 大家可以用红茶绿茶花茶都是可以 倒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 加上几粒冰糖提鲜 也要加的稍微多一点 加生抽 再加两老抽 让颜色看起来更好看一点 加入清水 水量要慢过鸡蛋 先开大火把茶叶蛋煮开 水烧开了之后把火调小一点 调到中小火 盖上锅盖 再焖上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就把火关了 鸡蛋再放在汤汁里面 一直给它泡着 现在天比较热 我们这个煮好的茶叶蛋 等它凉透了之后 放到冰箱里面给它等藏 明早起床 再给它加个热就可以吃了 茶叶蛋已经泡到一夜了 现在给它加个热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哼儿 你会咚 咚收鸡蛋 爸爸这多粉啊 这辣豆浆 感谢观看